我们从4.2开始讲 4.2是多元的积分 它跟一元的区分 一元积分的区别就是 一元的积分 它积分的区别很简单 比如说 这个是一个一元的方程 方程的图像 比如说这是fx 我们对fx的积分 总是对某一段interval上 对fx的积分 这个interval可能是开区间 有可能b区间 但我们对一元的函数 进行积分的时候 总是在一个一条直线上 进行积分 但是对higher dimension 对n维的方程来说 比如说对一个 二维的一个空间来说 我们知道有一个方程是xy的函数 那我们要对这个方程进行积分的话 就是对xy这个平面上的某一个subside 进行积分 那比如说这个subside是这样的 那我们就很难定义 这个积分的边界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在高维空间里的积分 比低约 比一维空间里积分 我先介绍一下一些notation 我先介绍一下一些notation 二维空间 我们这里先定义的名词是Cartition Product 比如说我给了我 有一个人给了我两个Side 第一个Side是一二三 第二个Side 比如说这个Side就是S 第二个Side是T的话 T包含的是四五 那这个S和T的Cartition Product 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OrddedPie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包含两个元素的一个 可以说是向量 第一个向量来自于第一个Side 第二个向量来自于第二个Side 这样任意的这样一个向量的集合 而对于这个S的T来说呢 它它所有的OrddedPied 就是 也就是说他们的Cartisan product是所有的 第一个元素来自于第一个site 并且第二个元素来自于第二个site 这样的点的集合 我们现在想一个比较特殊的site 比如说R R是不是R和R的Cartisan color R里的点的形式是AB 同时A属于R B属于R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R2这个平面就是R这个实出现和它自己本身的一个Cartisan product 然后我们在237里学的主要是二维和三维的积分 所以我们这里证明的主要是二维的积分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更高维的积分的时候 我们就是就没有能够证明 就是 我们就通过二维的这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个更高维空间的想法 二维的 二维的 二维的intro叫double 我们现在先考虑 所以我们要积分的区域是像这样一个Rectangle 这样一个长方形 在二维空间里的Rectangle 把它当作 它意义是R 这个R和这个R不一样 这个R就是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竖线 它代表的是Rectangle 是某一个Interval 和另一个Interval的Cartisan product 也就是说任意的这样的一个二维向量 它的第一个元素X 属于A B 这样元素Y属于C 那在空间里面就是 还是这个对于Y 那这个R代表的区域就是 就是中间这部分长方形 学习N维空间积分 或我们学习一元 一元空间积分 也就是137或者135136的时候一样 我们要在135或者136137的时候 我们学的是把一条线 把这个往某一个Interval 分成很小的 SumInterval 那在一个二维的空间里 我们就是想把一个正方形 分成无数个小正方形 无数个小长方形 那我们这样的把把这样一个大的长方形 分成无数个小 分成很多个小长方形 叫做这个长方形的 这块提升 有点不重要的 对 所有人呀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我们看怎么把一根长豆形 分成举度的小长豆形 举度还是原先那个长豆形 是不是只要我们规定了把这条 把这条边长度为B-A的这条边分成多少等分 比如说分成三等分 我们再把CD这条边长度为D-C的这条边 比如说给它平分 那我们这样的分法是不是确定 是不是确定了一个这个Rectangle的一个Partition 把它分成了这样六个小的长豆形 对吧 所以Partition的标记就是 就是高度他们我们这些点 分到哪里 这些点叫Subdivision Points 比如说对于一个Partition P 我们就是用Subdivision Points来表示 这个大括号的分号前面的部分 这个大括号的分号前面的部分 指的指的是对这条横边的切分 然后注意X0最开始的这个Subdivision Point 和最后这个Subdivision Point 它指的是这条边两边的端点 那就是说 A等于X0小于X1小于 一直小于XJ 但XJ作为最后一个Subdivision Point 它就等于最右边这个端点B 然后最后面对这个分号后面 Y的这些 这些Y0Y1什么的 这前面的道理是一样的 Y0代表的是 就是 这条边的起始的那个点 就是Y0 C等于Y0 然后Y1大于Y0 然后一直到YK YK作为最后一个Subdivision Point 它就是等于D 也就是说 然后用这个Partition来说 A等于X0 然后我们接下来 就继续对AB这条底边进行Subdivision 然后比如说这个是X1 这个是X2 中间还有许多点 然后最后一个点 XJ等于B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把X等于X1 X等于X2 一直到X等于XJ 这些垂直的线画出来 这些垂直的线画出来 这中间还有很多竖线 我们就省略了 是不是就把这个长方形 已经分成了很多小的细长的长方形 然后我们再对CB这条边进行Partition C我们刚刚说的是等于Y0 然后Y1大于Y0 Y2大于Y1 然后一直到YK等于B 我们再把Y等于Y0 Y等于Y1 以及到Y等于YK 这些水平的线画出来 这空间省略了一些水平线 我们就把这样一个大的长方形 配成了许多小的长方形 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大的长方形 我们知道它的符号是什么 那我们就想知道 它里面某一个小长方形 它的符号是什么 它的符号就是RJK 它代表的是 XJ-1到XJ 这一段B区间的E2 和YK-1到YK 这个B区间的Cartition Product 那比如说 X1 X2 和Y1和2的Cartition Product 是什么 因为它的 对每一个点 对这个极客里的每一个点来说 它的横路标来自于X1到X2 所以它肯定是在这两条数线之间的点 对吧 我们就知道它的纵路标 肯定来自于Y1到Y2 这个B区间 也就是这个B区间 对吧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两个interval的Cartition Product 就确定了一个小的长方形 对吧 所以RJK就是 XJ-1到XJ 这段interval 和YK-1 分于YK 这段interval Cartition Product 现在我们假设有一个长方形 它是 它在R这个大长方形上 它是一个Bonded的Function 我们知道一个Bonded的Function 肯定既有Infemum 也有Supremum 对吧 这些都是存在的 同时我们知道 F在R这个大长方形上 是Bonded的 那肯定在RJK 在里面 任何一个小长方形上 也是Bonded的 对吧 那我们用小MJK 来表示 F在RJK RJK 这个小长方形上 有最 在Infemum 这可以理解吗 用大的MJK 来表示 F在这个小长方形RJK上的Supremum 是Bonded的 这个小长方形 你也有什么 这是Bonded的 上的MJ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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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人拍照 那F,那我再定义一个新的名词,LowerSum, 它指的是什么? 假如说这是我们那个F,X,Y的图像,然后这就代表的是X轴,也是Y轴, 然后这是里面的一个小的长方形,比如说这是R,J,J, 我们知道LowerSum的定义就是, 这是LowerSum的符号,是一个小的S,后面跟着你那个partition, 现在我的partition是P,然后这个是我们要求的方程, 他等于, 我现在一个一个理解,这个这些量都是什么意思,这个小MJK, 那之前定义过,是F在RJK这个小长方形上的一个infimum, 那这个刀,这个三角形AJK指的是这个小长方形的面积,也就是说, 那这个小长方形,RJK的面积是什么? 我们知道RJK,它是由这两个集合的partition product定义的,对吧? 那这个小长方形的面积,是不是就是这段长度乘以这段长度? 因为我们知道在平面上它代表的是一个长方形,对吧? 所以这个RJK这个小长方形的面积就是, XJ减去XJ减去XJ减去乘以YK减去YK减去, 那比如说这个小长方形,这个黑色这个小长方形,就是我们的RJK, 然后假设,就这个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对应的就是FXY, 就是F这个方程在某一个点的曲折,对吧? 假设这个高度是我们的infimum, 那这个lower sum SPF就是说,对应的这个partition P, 也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大长方形分成,按它的分,按P指示的这个分法,分成这些小长方形,对吧? 然后lower sum就是说,我们要这些小长方形的面积乘以,在这个小长方形上F的infimum, 那我们可以看从这个图上,它就是相当于,就是相当于一个柱状体的面积,柱状体的体积,对吧? 对吧?那lower sum就是说,高度就各自为infimum的这样的小长方体的体积的核,对吧? 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就不理解,告诉我一下 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那我们还是看Mgk乘以这个DeltaAgk是什么 DeltaAgk就是这个小长方形Rgk的面积 这就是这个部分的面积 那我们知道Mgk是F 在Rgk这个小长方形上的Infirm 那这个代表的是面积 那这个在我的算外图像里代表的是一个高 那这两个的成绩是不是就是一个小柱状体的一个体积 对吧 那我们看这个前面这些夹合 先看这个夹合 是我们把G固定在某一个 是我们把G固定在某一个值时 我们对 我们对X 对K定的价格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横座标这段Interval是不变的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这段Interval 因为这个是X轴对吧 这段Interval是不变的 然后 我们对K定行从1到K的这样一个曲折 那是不是把 是不是就是把所有的在X轴的Interval为X J-1到XJ 这段上 所有的小 我们算了 这个 这段Interval上的所有的小长方形 对吧 是不是 所有的 也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柱状体的 体积的夹合 对吧 对吧 那现在我们在 那也就是说 我们求了的是 这一条上的 我们只是求了XY某一部分上的 这个完整的一条 对吧 那现在我们对X 对G 进行它从1到大G的这样一个曲折 也就是说 我们从 我们所有的 这些条我们都算了 对吧 那我们就得到的 估计的是一个 一个在这个FXY图像下 在XY这个平面上 这段 这 这一个物体的体积 也得一个估计 一个近似值 对吧 是不是 你能听到吗 这上面应该是 我们就不用我做讲的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个LowerSum 肯定是LowerSum of F NR Coresponding to P 它是 根据某一个 PARTITION 来求出的LowerSum 你的PARTITION 不同 可能你的LowerSum 也不同 那比如说 我们把 XY 把这个长得形 这样分成 平等的 分成四个相等的小长得形 我们把 同样的一个长得形 分成 完全相等的九个小长得形 那它的 LowerSum 对这两个不同的PARTITION LowerSum 也不一样 应该 要注意一定是 对某一个PARTITION 的LowerSum 相对应用 我们 应用一下它的UpperSum LowerSum LowerSum的符号是大S 然后后面跟着的 脚标是 也是PARTITION的 NOTATION 然后后面是跟着我们 选择的 方程 前面这部分一样 都是 J 从1 去到大G 然后 小P 从1 去到大G 后面就 从小MJ 可以变成大G 然后后面还是 小长方形 RJ 所以我们 可以变成大MJ 如果 我们 看 RJ 可以变成大MJ 可以变成大MJ mjk肯定是大一等于小mjk的对吧 就是对某一个长方对任意一个长方形来说 f在这个长方形上的supremum肯定大一等于 它在这个长方形上的imum对吧 那既然对每一个小长方形都是这样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小长方形这些核加起来之后 我们会得到对某一个固定的partition来说 f在这个partition上的upper sum肯定大于等于 f在这个partition对这个partition的一个lower sum 对吧 那相对于呢对lower sum和upper sum要定义了 这是lower integral和upper integral lower integral的符号是i 然后因为它是lower所以我们在i下面画一个固定 然后脚标是我们这个integration的这个区域 就是r 然后后面跟着我们我们要integrate的方形 就是r 这是lower integral的一个符号 它的定义是什么 它的定义是 在所有的partition中 我们知道lower sum是针对 所以我们只能说某一个f对某一个partition的lower sum 对吧 但这样的partition可能有好多好多的吧 有无数个这样的partition 那f在r上的lower integral就是f 就是f所有的lower sum的supremum 就是我们对某一个partition来说 就是我们对某一个partition来说 我们都能求出f关于这个partition的一个lower sum对吧 那我们现在要求的是所有这些lower sum的 所有lower sum的supremum 这些能理解什么意思吗 就是我要找到lower sum里 使得lower sum最大的那个partition 但是最大不一定是能达到的 它是supremum不是maximum 这相对你的upper integr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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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右下角是我们要integrate的一个区域 然后括号里是我们要integrate的方程 等于 等于这些upper sum的infineum 这个就是lower integral就是 就是在最在那些lower sum里找出一个可能的最高的一个lower sum 最大的一个lower sum 然后upper integral就是在那些upper sum里找出一个可能的最低的一个upper sum 这样理解不是很准确的就是这样理解 就是在Lower integral 就是在Lower integral里Lower Lower sum里找最大的 在upper sum里找最小的 就那么这样理解不是很准确的 就是 还这么理解 那我们也说 就是说F F在R这个长方形上是Rainman integral 就是说F在长方形R上是可积分的 那条件是 这个Lower integral等于Upper integral 然后他们 然后因为他们两个相等 所以他们的值我们就把这两个 这两个式子的值叫做F在R上的inter 然后F在R上的inter 我也是指纹是这么写的 或者 我们有这两种方式来写F在R上的inter 这个DA就代表是面积的一个增量 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 可以理解为我们这里的小的RGP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但是要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证明F是Rainman integral 我们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对吧 因为我们很难找到 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所有的partisan 对吧 也不可能算出所有的Lower sum和Upper sum 对吧 还有一个条件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一个方程 是不是 在一个区域上是int integral 是不是可积分的 我们说 F在某一个区域 对R 比如说R上是int integral 的 if and only if for every Epsilon 大于零 there exists 所以存在一个partition 对于任意的一个Epsilon 对于任意的一个Epsilon 大于零 存在一个 就是R的一个partition 使得 使得F关于P的Upper sum 减去F关于P这个partition的Lower sum F关于P的P的Lower sum 对F关于P的Upper sum 对F关于P的Upper sum 对F关于P的Upper sum 小于Epsilon 小于Epsilon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 F就是Integrable 如果F是Integrable 我们就知道 我们认取一个Epsilon 都存在一个partition 使得它的Lower 使得它的Epper sum 和Lower sum的差小于Epsilon 那我们现在求的就是F在一个长方形上的积分 在一个长方形这样形状的区间上积分 但是大多数的二维的积分 它的区间 它不是一个 就是一个规规矩的长方形 那我们怎么 所以我们还没有很好的定义这样一个 定义Double Integer 就是什么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介绍一个新的定义来 来帮助我们定义二维的Integer 假如S is a subset Rn 那么它的characteristic function 或者indicator function 我们管这个function 它的名字 chi s s s对应的是我们所说的这个subside 那它的定义就是 这个chi s在某一个点的取值 取决于这个点是不是属于s这个subside 那如果这个点x属于s一个subside 那chi s输出的值就是1 1 x属于s 那当x不属于s呢 那chi s输出的值就是0 这方式很好的一点 就从它的名字可以的就是 比如说indicator function 它是告诉我们某一个点属不属于这个s s这个subside 当这个点属于s这个subside的时候 看s这个function 在x这个点的取值就等于1 如果x不属于s这个subside 那chi s在x这个点的取值就等于0 这个方程会有什么问题吗 那现在我们可以定义f在一个不规则的一个二维的图像上的积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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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假设我们要求积分的这个区间是一个方式的方式 都是我们假设我们要求inchbrough的那个方程在r2上是一个bunded的方程 那既然f在r这个整个区域上它都是方列的的话 那f肯定在r上既有supremum也有infemum是吧 所以f也在任何一个小之后型上它也有supremum跟infemum 然后我们找到一个大的长方形 使得这个大的长方形r能包含住这个我们要求的这个区间 那我们说f在s上f在s这个区间上是可积分的 那假如s这个复合方程 在r这个大的长方形上是可积分的 同时f在s这个区间上积分的这个值就等于fkx 那么fkx这个方程 在r这个区间上的几分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定义 就先假设s是一个bundi的supremum 那假如 呃 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s 那首先我知道 我们对于这个大r这个这个长方形的 嗯选择是没有没有关系的吧 我可以选择任何一个 大长方形能包括能包扩住这个s 但是这个大长方形的选择不是唯一的 那比如说我们选择两个不同的这样的大r 这个绿色的和蓝色长方形不同 但是他们都包含住了这个s 那我们知道 kx是这样一个方程的吧 kx是当x属于s的时候 它输出1 当x不属于s的时候 它输出0 所以在这些 在这些小长方形上 这周围这些小长方形上的点 是不是都不属于s对吧 所以kx在这些点的去值就横为0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部分 fkx这部分 在这些区间上就是0对吧 也就是说它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大长方形的选择 其实是不是唯一的 但是而且它的选择不影响我们最后的结果 这个fkx这个方程其实相当于 fx乘以kx是两个方程的乘积 然后当x属于s这个集合上的时候 kx就kxx的值就为1对吧 所以当x属于s的时候 这部分就变成了f对吧 fkx就变成了f对吧 当x不属于s的时候 那fkx就变成了0对吧 所以我们在总共的完整的积分没有影响 好接下来是 在书的第160页上 有serum 4.17 4.17 这个是讲的二维积分的一些性质 这个 这会有好几条性质 有四五条 这个我就不在这已经讲了 你会去 你会看见 就记住这个serum 然后这个serum 其实就和1圆的 1圆的integral的性质差不多 然后你们的靠间里有一个叫 zero content 我现在来讲这个 直 我们说一个R2的subside z z 它 has zero content 假如 对于任意的ε 大于0来说 这里存在一个 存在一个 存在一堆 小长方形的集合 使得 使得 再属于 这些小长方形的 的病 像是 同时 这些小长方形的面积的核 小于ε 同时这些小长方形的面积的核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0 content 那比如说 在 因为我这里定义是R2 Z是R2的一个 subset 所以在R2这个平面上的一个 一条线段 它肯定是R2的一个 subset 对吧 这个是直的水平的一个线段 对吧 那它是不是只有肯定线 这首先肯定是有一个 肯定是存在一堆长方形 使得这个线段属于 是这个 是这些长方形的併级的 这能理解吗 用理解呢 那就比如说 这条这条线段它就会包含在 这样一个长方形里头吧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呢 我们想要这些长方形的集合的面积 我们让它小 这些长方形的面积的和 我们希望它能小于ε 那假设这个直线的长度 这个这个线段的长度 比如说这个线段的长度是L 然后我们要这个小长方形 我们知道这个小长方形 肯定能包含这个线段的吧 我们假设这个小长方形的长度 是2L 同时我们假设这个小长方形的宽度 比如说是4L 分析L 那我们看这里说的collection of rectangles 那我们这里是不是只有一个 rectangle对吧 这也符合它的定义 我们也知道这个小的线段 它是属于这个rectangle的 对吧 对吧 同时 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底层高是2L 乘以4L分析Epsilon 也就等于2分析Epsilon 对吧 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Epsilon 只要Epsilon大于0 我就能找到这样一个小的长方形 能包含住这个线段 同时这个小长方形的面积 小个Epsilon 对吧 这个2分之Epsilon 平成小个Epsilon 那我们 找一个特殊眼力 这代表的是一个圆的一个圆周 它是不是只有它是不是 它这个圆周是不是 has zero content 它也肯定是 zero content 是吧 那我们知道一条线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找到 它给给我一个Epsilon 我们知道这个Epsilon是大于 那我们就能找到两个圆 一个圆在 一个圆周的里面 一个圆在这个圆周的外面 一个圆在这个圆周的外面 我们可以找到这两个圆 使得它们两个面积的插值 也就是说 这两条红线之间的这个圆环 使得这个圆环的面积小于Epsilon 对吧 我们可以找到这两个圆 使得它们两个面积的插值 对吧 我们肯定能找到这样的两个圆 对吧 是不是 是吧 那我们知道这两个圆环的面积 小于Epsilon的话 那这个圆环的subside 肯定也小于 这个圆环的subside的面积 肯定也小于Epsilon 对吧 那就可以画许多个不重叠的小周 这就能理解 画一圈很小的小周方形 包 然后覆盖住这个 覆盖住这个圆周 这可以理解 能想象吗 所以我们现在粗略的理解 就是就基本上所有的线条 在R26平面的线条 它基本上都是 class-serial content 对吧 是的 是的 才能够在R26平面前 然后关于这个 0 content和我们之前说的 Integrable就一个 把它们连在一起的一个0 我们假设 F在 R2上是bounded R2 is a bounded function 它是说一个长话形容 是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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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假设F在长方形R上是一个funded function 同时在R内使用F不连续的点的集合 hys0 content 那我们就说F在这个R这个RT上是intubable 这个很好的理解 因为就是比如说假如一个集合hys0 content的话 也就是说它对整个积分的影响是基本上是基本上没有影响的对吧 因为我们可以让它的面积 因为我们刚刚在求积分的时候 我们求的是各个小长方体的体积的合 对吧 对吧 那既然一个R的subset 一个R的subset如果它是0 content的话 对吧 那我们是不是有许多有一系列的长方形能盖住这个sit 这个0 content的这个sit 同时这个这些小长方形面积的合还小于可以任意小对吧 对吧 也就是说可以理解啊 也就是说那你的既然的体你的底面积是任意小的 那你的高同时它又是一个bundi的方式对吧 那肯定存在一个呃 比如说F小于等约C 那你这个体积但是底面你小的时候 同时你的你的高度还不一不是还是就是高的还是有限的 对吧高度不是无限的长的那就是说你觉得在底面积无限的变小的时候 你这段体积基本上可以忽略的对吧 这就是简单解释为什么F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F 可能不是处处continuous的这样一个function 他为什么也有可能是呃 在一个长方形上可记得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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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先我们知道假如一个site 比如说U属于R2 它是只有0 content 那么对于它的任何一个子节来说 比如说 forArea Z属于U Z是U的一个子节 那么Z肯定 也是hassteer content 对吧 这很容易解释 那同时假如 Z1 一直到Zk Z1到Zk 一直都呃 全都是 0 content 的subset 如果他们都还有0 content 那么他们的 并且 也是只有0 cont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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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简单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两个圆柱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两个圆柱 那我们知道这就是0 content 我们想知道这两个的 并级 是不是也是0 content 那跟我刚才想的 说的一样 对每一个圆柱来说 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 圆环 使得圆环 使得圆环 使得圆环能包含这个圆柱 对吧 刚刚我们说的 对于一个圆柱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圆环的面积 我们取的是ε 那假如现在我们取 把这个圆环的面积 比如说一万分之ε 这个圆环 这个圆环 红的圆环面积也是一万分之ε 那肯定我们知道 肯定有一堆小圆柱形 然后它们的 它们的并级能覆盖住这两个 这两个这两条圆柱 同时它们的面积 因为这这些这些小圆柱的面积 被这个圆环的面积所限制了 对吧 肯定 肯定也会特别的小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圆环的面积 就一样很小的 对吧 这个这个没有没有问题吧 那我们现在说假如f f是一个从某一个区间 到r2的这样一个方程 它是不是我们之前说的 inclusive function 0 说这个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方程的图像 它是不是可能是一个 是一个是在r2内的一条曲线 对吧 是不是 我们假设这个这个方程 这样从一个某一个integral到r2 就这样一个方程 我们假设它是属于class c1 那么 F6方程 在某一段区间上 比如说ab 这段区间上的图像 也是has0 只要a0小于a小于b小于d 这个我们简单的理解一下 这个我们去简单理解一下 我先看if 你看看这个符号什么意思 这个集合什么意思 它指的是所有的点 指的这个点 这个符号的意思就是说 F在AB这个区间上的 也就是说所有试着 所有的XY这样的点 同时使得XY是F 在这个AB这个区间上某一个点的曲折 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把这个集合画出来 因为F这个方程是属于C1 我们可以就我们就知道这个方程 它的图像它应该是非常圆滑的 不会有那些特别的重点 那也就是说它图像 就是比较流畅的这样的图像 那我们假设这段就是 RZ的曲折分为AB这段时间 FZ的图像 那因为它是属于Class C1的 那比如说你可以把它 比如说某一小段 我们可以把它近似的当成一个直线段 对吧 因为它变换的趋势是比较缓慢的 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近似的 在某一段图像内 近似的看成直线段 对吧 那比如说 然后我们又知道直线段是I 0 我刚刚证明过了 那比如说我们把它分成 近似的看成极极小段之间 对于我们分成的这几小段直线 我们是不是都能找到一个方 一个长方形 使得这个长方形 覆盖住这些小段直线 那这些长方形的集合 也就覆盖了这整段的曲线 是吧 那这些长方形的面积 我们知道可以 我们可以把它缩小的很小 对吧 比如说 比如说你给我的一 Epsilon 我就让人家小长方形面积 等于 一千分之Epsilon 虽然有好多小长方形 那它们加起来可能 面积肯定也不到Epsilon 对吧 所以 对于这样的一个方程的图像来说 它的图像也是Epsilon 现在的图像是有个人才的 对于这样的 对于这种图像是有个人才的 对于这个图像是有个人才的 我们说 ks这个方程 还记得 ks的定义是什么吧 我们说这个方程 ks is discontinuous at x if and only if x is the boundary of x 我们知道 ks 在 x 属于 s 的时候 它的取值是 取值是 1 然后在 x 不属于 s 的时候 取值是 0 那假设这个是我们的 s 那当 x 属于 s 的 interior 的时候 都记得 interior 是什么意思吧 记得吧 就是属于 s 的所有 open 所有 interior point 的结合 所谓 interior point 就是说 这个点和它周围的点 这个点和它周围 离它无限近的点 都属于这个结合 也就是说 对这个点来说 它存在肯定存在一个小球 使得这个小球 这个范围内的点 都属于这个大 s 对吧 这是 interior point 的定义 那既然这样 那我就知道 那 ks 在这个 x 肯定是连续的 对吧 因为在它周围 这些点也都属于 s 所以它们的取值范围都是1 对吧 所以它在这个球上 是相当于是一个 constant 的 function 所以肯定是 continuous 对吧 那假如 x 属于 s c 的 interior s c 的 interior s c 记得什么名字了 s c 的 complement s c 的 interior 就是说 s c 的 interior s c 的所有的 interior points 的计合 比如说这个点 这个点是 sc 的 interior point 这个点是 sc 的 interior 里的一个点 对吧 所以它是 sc 的 interior point 就是说它周围的点 这个小球内的点 都不属于 s 对吧 都是属于 sc 的 那就是说 k s 在这个点 周围的取值都是0 对吧 也是一个 constant 对吧 所以也是 所以 k x 在 sc 的 interior 上也是 continuous 的 也就是说 现在这 现在这两步 我们证明的是 假如 x 没在 s 的 boundary 上 那么 k x 肯定是 continuous 对吧 也就是相当于 假如说这个 if 后面是 p 然后 这个 if 前面是 q 我们证明的是 not p not q 对吧 现在我们要只要证明 p q 那就是证明 p 和 q 这两个条件是 equivalent 对吧 这是预算器之前 就是预算器之前 预算器刚上的时候 学的预定 那现在我们 我们要证明 p 这个条件是 假设 p 这个条件是 正式的 那就是说 假如 x 在 s 的 boundary 上 那 x 周围的点 肯定既包括 sc 的点 也包括 s 的点 也包括 s 的点 对吧 那也就是说 k s 在这个点 在这个 boundary point 周围的取值 可能是忽然是 1 忽然是 0 对吧 没有中间这个过度的变化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就 所以 所以 假如 x 是在 s 的 boundary 上的话 那看 x 在 x 这个点 肯定是 discontinuous 对吧 对吧 哦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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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在考链里还写了一个叫做Metro的 我们说假如 我们说某一个集合 Is Jordan Metro 我们课上写的Metro就是 Jordan 然后看一个我们书上简化 那S is Jordan Metro的意思是 S是一个bunded 是 S是bunded 并且 S的bundary I still contain 那比如说 S 还是一个圆 包含这个圆里的点 比如说S 是这个圆周和圆周内的所有的点的集合 那这个圆 它肯定是bunded 同时我们又知道 the boundary of S 也就是说这个圆 圆周 我们知道它刚刚也证明了它是 也是 也是也是也是包括也是 has zero content zero content 那这个圆就是 Jordan Metro对吧 对吧 对吧 好 好 然后就是 也是 你们的另一个重要考虑 也不是很重要的 我们当时又没有讲 就是 就是对于 interview的 mean values 有什么 不是 就是那个 mature zero 和zero content 是 你看这个定义是一个东西 那你看它是zero content 它这个圆周 这个这个圆是不是metrable 那它是zero content 那它是zero content 的吗 它是不是有一个面积点 嗯 那可能是zero content 的 你可能有一个无限小的 小长的形容 盖住这个圆吗 这也都不是一个东西 那比如说我知道这个圆 比如说这个圆半径是一 那它这个圆的面积就是 pi 对吧 我肯定不能让一个 比如说面积为二分之pi 这样一个 任何一个形状的东西 我都不可能盖住这个圆 对吧 所以它肯定不是metrable 没问题 没问题了 自由 content 没问题了 自由 content 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用的条件 是 我们假设s是一个compact compact compact 都记得是bonded and closed 对吧 我们假设 假设它还是connected 同时hmesure 啊 至于我这里说的是rn 我不局现在就不局限于r这个不局限不局限于平面 然后 然后 然后假设有两个function 我们假设在这个集合 在这个区域s上定义着两个function f和g 所以我们假设 g 在这个集合上一直是大于等于零的 这是我们的前提条件 那么 在s 这个集合里 就存在着一个点 a 使得 使得f 和g 这两个方程 在s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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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l 就等于 fa fa就是一个定值的 就像一个常数 fa乘以 g g g x 在s上的 基本 这个dnx 就相当于 就相当于 因为我们这里说的s是一个属于rn的一个subs subs 对吧 那属于r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 嗯 啊 integral里的符号是什么 是不是dx 和dy 对吧 有两个differential 这就相当于有 有n个differential 就相当于dx1 dx2 比较dxn 这不是很重要 就理解这是一个n为1的积分 就 就 读懂这个0没有问题吧 假设 那么 s是一个compact connected metrable 的subside of rn 和我们讲说 s 上定义这两个function f和g 同时g在s上的取值总是大于等的0 那么 在s内就存在了一个点A 使用fx gx 在s上的积分 这文字 就是 懂这个式的啥意思了 fxgx 在s上的积分 等于fA 某一个常数 乘以gx在s上的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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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continuous方式 f和g都是在s上的continuous方式 因为f是continuous的 同时他的定义于s 是compact 那我们是不是在 第一章里的某一节学过extreme value zero 对吧 我们知道 那通过这个extreme value zero 我们就知道f在这个s上的取值 它能取到一个最小值 也能取到一个最大值 对吧 对吧 我们假设m1是min min min 然后 然后 小m 小m是f在s上的min 然后大m 是f在s上的maximum 这也没有问题 这也没有问题 我们知道m和小m和大m都是f在s上某一点的取值 对吧 我们知道这两个小m和大m是能够取到的值 对吧 那同时我们就知道g是大约等0的 对吧 那么 是不是对于任意的一个x来说 m乘以gx 小于等于fx 小于等于fx 乘以gx 小于等于fx 乘以gx 小于等于fx 乘以gx 嗯 嗯 嗯 然后就是刚刚用到的 那个serum 4.17里面的一个质地 这个我没有讲 这是刚刚让你们回去看的那个方程 那个serum 那就是说 呃 比如说一个方程 总是小于另一个方程 那么他们的积分 也肯定小于等于另一个方程的 积分 这比较好理解的吧 假如说在任意一个点 这个方程f都小于等于方程g 那么 方程f的积分肯定也是小于等于方程g的积分 对吧 就是在serum4.17里面 那我们就对这三个方程 进行积分 我们知道这个方程的积分fx 乘以gx 是我们serum 等号 左边的这个积分 对吧 对于这个的积分 就是这个 对吧 那我们对左边这个小m乘以gx进行积分 那我们对左边这个小m乘以gx进行积分 那我们是不是因为f是一个常数 我们可以把常数提到那个积分的外面 这等于mxgxdx 对吧 这是对这个进行的积分 对吧 小于等于fxgx的积分 那小也小于等于大m乘以gx的积分 对吧 这个是 根据这个不能试来的 这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了 那比如说 我们来看这个gx到底是什么 假如说 如果我们在那个前面的条件里指说g大于等于0 对吧 那假如g是横等于0的话 那这两边 那这样是横等于0的话 这三个integral是不是都是0 对吧 那也就是说 这个integral肯定是等于0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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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是g横等于0的话 这个integral肯定是0 对于这个方式来说 g要是横等于0的话 那这个integral也是等于0的 对吧 那肯定就是对于任意这个a 这个等值都成0 对吧 那么现在考虑 g不横等于0的时候 g不等 不横等于0的话 那肯定在某一个区间上 那肯定在某一个区间上 都不等于0 对吧 那就是说 g在g在这个整个s上的integral 它也是大 是不等于0的 而且是大于0的 对吧 因为g 因为g的前条件是大于等于0 那我们把 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gx的integral 它是大于0的话 我们 对这三个 对这个不等式 都同时除以 同时除以这部分 同时除以g在s上的integral 这是不是就是 m小于等于 对吧 对吧 我们对这个三个 表达式同时除以这个方框的内容 是不是得到了这个 对吧 对吧 那这个 是什么 它是不是处在m和m里的 一个值 那我们就知道 s是connected f是continuous 你们能想到什么定理 是不是 intermediate value 中置定理 是不是 也就是说 f 对 对于最大最小值和最大值中间的值 总是能使 总是能使 总是存在一个x 使得fx等于这个值 对吧 这是中置定理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也就是说 我说 就是说 这个分子 也就是说 这个分子 也就是说 这个分子 也就是说 这个分子 啊 两边 这个等式两边 同乘以这个分母 这个分母就是这个 那是不是就得到这个值的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就是基本上是4.2的完整的内容 有啥问题吗 没有问题 咱就休息一下 然后下下课 就是 大夫这一个 一个多小时 正确把 4.3 4.4 就是关于技术 怎么计算告诉你 然后你们就可以做题 然后下周的时候 然后今天我再做几条例题试试 然后下周时候 你们就可以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问我 对吧 下周上课的时候就可以 就可以纯做题